下面一個是重點 颱風 颱風的季節 夏秋兩季 月份7到9月 到民國102年為止 112年的紀錄以來 只有一月、二月、三月 沒有颱風侵襲台灣的紀錄 也就是說 理論上是每個月都可以有 颱風 但是主要在什麼時候 七、八、九月 所以叫做颱風季節 溫季節 夏秋兩季 溫月份7月、8月跟9月 是我們的颱風季節 它是我們重要的旅水來源 我們會再說一次 來 重點 颱風是一個熱帶海洋性的低氣壓 熱帶海洋性的低氣壓 好 我們的颱風大部分來自於太平洋這邊 少部分來自於南海 我們就不理這個南海部分 我們就知道太平洋的部分 OK 太平洋部分 重點 颱風的行程需要幾個條件 國中學的是需要充分的熱量跟水氣 因為需要很多的熱 所以要在熱帶 因為需要很多的水 所以要在海洋 一 明天過後演過 明天過後演的時候 科學家正在螢幕前面 看到哇哇哇 有人就說 這好像颱風 後面大家就說 可是陸地上不會有颱風 為什麼陸地不會有颱風 沒有水 學者考過一題 畫一個世界意圖 崩崩崩點四個點 問你哪裡會有颱風 選哪裡 要海洋 要海洋 而且要穩度比較低 穩度比較低 熱帶的 熱帶 熱帶 要熱 所以要熱帶 因為要水 所以要海洋 所以它是個熱帶海洋性的力氣 OK 還有一個條件 國中膚膠 帶有足夠的克思力 它能夠轉彎旋轉 足夠克思力 所以原則上四到五度以內沒有颱風 曾經有個例外 好像是美軍嘛 走過知道 那個恐懼還是什麼 巴拉下去 亂槍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發現在當時極為特殊的鐵條件 這個要下來 那樣擠過去 刮啦一盤擠出一個漩渦出來之後 除了這個唯一的意外之外 原則上四到五度以內沒有颱風 這些是活動車就不用擺 活動車要擺什麼 熱量跟水氣 熱量跟水就好 所以它需要充滿的熱跟水 才會形成颱風 颱風 這個東西 它有一個這個 颱風的中心風速夠跨 跨到八極風 八極風 就是普攻擊到八極風 你也不用背 什麼擠海裡 幾公尺不用管它 八極風 叫做 所以今年夏天 如果你在氣象 譬如看到這兩個字 你就會心中開始祈禱 TD 熱帶性低氣 如果這傢伙發展得夠好 夠強 中心到八極風以上 會變成颱風 看到它 可能會有颱風出來 可能會有颱風出來 好 中心到八極風以上 就叫做有颱風 有颱風 然後分作輕度中度強烈 我小時候有聽過超級強烈颱風 但是現在看不到這個名字 就是輕度中度跟強烈 台灣這幾年 有一些怪怪的 老師喜歡拿美國CNN 哇CNN說什麼 CNN報什麼 然後講一下 穩啊 上來搞一個什麼 地球最強風暴 當時全世界只有兩個颱風 然後說我們叫地球最強風暴 這是豬啊 然後用美國的話叫超級強烈 什麼之類的 這是美國人的分法 打到人沒有 我們就是輕度中度跟強烈 OK 八極風以上 叫做強烈颱風 不用背 知道就回事 知道這麼回事就可以了 然後呢 颱風很好認 考試 不管是考衛星雲圖 還是地面雲圖 你一看 就知道這是颱風 颱風 漩渦 怎麼轉 逆時鐘轉對不對 啊 逆時鐘的雲 這什麼東西 颱風 最後有個動什麼東西啊 颱風也 OK 所以看到圖就知道 在這裡有颱風 來運動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雙毯 兩個颱風 雙毯 兩個颱風如果構進在一千公里之內 會有所謂的藤原效應 我以前寫過 在上場查藤原效應 這個你也不用管 藤原效應 還有剛才有公辦效應 那我在說 藤原效應 颱風如果構進的時候 一千公里之內 會有藤原效應 會有彼此互相牽引影響 所以兩個颱風 所以一看就知道這裡有什麼 颱風很好認 好 那剛才講有個共辦效應 就是當時有一位可愛大哥 在網路上寫一個可愛的文章 就說我完全錯了 他畫了一個共辦效應 他哪裡錯了 哪裡錯了 哪裡錯了 共辦效應 共辦效應 那哪有共辦 那要打架 不是啊 所以秋台可能會有共辦效應 跟東北季風合流 所以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比較共辦效應 跟東北季風 因為逆時鐘轉成關係 OK 畫地面線圖也很好認 對不對 紅星圓 冷壓線 很好認 對不對 你看這裡有颱風 而且你看到 越往中心冷壓線會怎樣 越密 對不對什麼意思 風速會越快 風速越快 越往中心等下低越密 風速越快 很好認 所以我剛講過 颱風風好認 圖上面怎麼畫 他不知道在叫颱風 然後就可以問一些問題啊 高氣壓還低氣啊 內的風怎麼吹啊 內的風怎麼吹啊 什麼之類的 哪邊氣壓大哪邊氣壓小啊 之類的問題就會出現 OK 這要做地面地圖